张鑫健身教练去年2月不满被分手 以搬家为由邀约黄信前女友到板桥租屋处 将人勒逼杀害 一审遭判无期徒刑 没想到二审大逆转改判有期徒刑15年 原来高院二审三位法官认为 嫌犯在开庭时曾有表达自己的错误 并非完全不知悔 误具有中高度再社会化可能 判无期等假释太久 因此改成轻判15年 最快只要8年就能假释 判决一处网友炸锅痛皮 杀一条命裁官8年 不愧是最重视杀人犯人权的蔡政府 这样的法律如何让人信服 更传出被害家属欺诈了 自称死者家属在网路po问控诉 二审开庭时 男法官竟带着笑容在询问犯人 让家属很不舒服 而被告律师曾帮被告做心理鉴定 被认定是高危险族群 出社会具有再犯可能 判决却翻盘 就连主法官询问犯人说 有什么话想对家属说 犯人长达5分钟一句都不说 最后还是他的律师 没想到竟因此认定嫌犯有悔悟 怒红这判决太夸张 杀人取命从无期徒刑 变成15年刑期 据了解判决的法官之一 邱子山还是华山分尸案 判嫌犯免死的法官 如今判决再度引发争议 让家属无法接受 怒结黄堂内幕 直求法官别再保护 杀人犯 记者杨洁张贝兹综合不斗